幼童半夜挂急诊 揪幼儿园减重当早餐 黑椒当水果 台中有一位家长在脸书上面贴文 说他的小孩去一家幼儿园练书 回家总是在半夜肚子痛 甚至因此挂急诊 后来才发现幼儿园为了省钱竟将泡面 杀其马减重当早餐 更可恶的是 还让小孩吃整条发黑的香蕉当水果 痛批原方至少要有良心吧 看到他们的照片 对 然后觉得有点发展 跟菜单上面有点不一样 哪一项让你觉得最压力 香蕉跟泡面 以上我们就是虚心接受 那也会针对教育局 网站上的那个来做改善 那泡面这件事情 我们是四个月前吃的 然后我们就是虚心接受这样子 教育局今天也来到现场 检视该幼儿园未按照餐点出餐 以要求即刻改善 否则将依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开拔 地方中心 台中报道